手底下呢 用劲得当 双目炯炯有神 技艺发挥优秀 一分三十秒 两位选手一个要刻 要刻一方 两位选手不愧都是快速刻章的高手 他们居然都在第一分钟的时间里 刻完了英文的盒子 所以他们不用再交换位子 只要把手中这方 阳文的盒子刻完 就可以完成比赛 谁会在这一轮胜出呢 是出生牛犊不怕火的张岳 还是经验丰富的梁国民呢 谁能率先晋级决赛呢 好 他这个蜡头燕尾 以及他那个字的形状和那个走势 我感觉非常到位 张玉呢 他这个盒子 他英文刻的比较好 他用刀比较大胆 另外呢 他这个构图比较合理 他这个盒子呢 用的是大壮 这个盒子表现得很好 我们在这轮比赛当中 经过评委点评 认为张岳胜出 祝贺 梁国民呢 进入到复活赛 第二轮比赛 现在又开始了 这是B组的两位选手参赛 一位叫魏建航 一位叫黄伟 是这样 他们俩人比拼的这个科目 太难了 难吗 难 赵老师 我觉得挺简单的对于他们 为什么 您看啊 像平时这些学画画的 书法的 他们最初呢 都是从这个零秒 零帖开始 这两位选手要经历一个严峻的考验 那就是每次只能看三秒 总共只能看九秒 要完成一方 汉印的临摹 你看这个黄伟啊 是我们参赛选手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是这样 我们希望后来者能居上 对 信心不大 但是我会尽力 难度大吗 应该行 为什么 因为 这是我们的专业 正好准备 来 来 大家上眼看了 临摹 开始 三 二 一 停 汉印 形成于中国的两汉时期 讲究结构方正 线条饱满 上官见印 就是一方典型的汉印 它凭借优美的线条 和苍苍的笔画 成为 历代书法 撰克名家 临摹的范本 本轮比赛主要考察两位选手 对汉印和转字的熟悉程度 第一次看过三秒以后 必须牢牢地 把四个转字的布局和笔画 记在脑子里 黄伟好像没有看清楚题目 下刀有点犹豫不决啊 黄伟你刚才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一个字 看清楚一个字 先刻的一个字 对 很聪明 你告诉我 你看清的是哪个字 印字 他看清的是印字 那一般的话 都带这个字 和黄伟比起来 魏建航就显得文件多了 他不急于下刀 而是先要把记住的文字 写在石头上 魏建航看起来 胸有成竹 下笔又快又准 真是过目不忘 这个魏建航呢 已经开始把自己看到的字 在图章上要先写下来 扔得很快 能告诉我你刚才看清几个字吗 都看清了 都看清了 太厉害了 一个是我的名字里有的字 就是很容易看清 看来眼力很棒 难怪魏建航只看了一次 就能记住印上的文字 原来这方印上 有魏建航名字中的箭字 他可是占了点便宜 看来魏建航在这个环节去胜 只十拿九稳 哎 你要看 好 来 接着看 来 你别动 三 二 一 停 看清楚几个了 又看清楚一个字 他一个一个得看 看清楚几个字 看两个字 那不错 还有一次机会 这个熟能生巧 经常可章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拿回来那方印一看 就把那四个字全看清了 对